就在上禮拜五的时候呢 道明外桥学校紧急停课一天 最主要的就是受到民宅塌陷 然后导致呢 他们学校有多处非常多的地方 像操场啊 人行道啊 甚至有学校的这个围离的部分 都严重的毁损了 那当然很多家长都会担心说 学生进到学校会不会有危险性在 那呢还好今天礼拜一呢 经过这个专家评估之后 至少在教学大楼的部分 是没有任何疑虑的 所以在没有这个危险性在的情况下呢 今天周一呢 终于同学可以如期来到学校 那也是相当的顺利 但是呢 家长还是会担心说 同学如果在 比如说中间的这个下课时间 会不会有可能会经过到户外区吗 那户外区就是我们当时 研判说会比较危险的部分 那北市这个教育局呢 也帮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目前因应的后续 那目前的那个案发地点 离那个操场那边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那所以我们在操场的入口处两侧 他都已经把他整个进行封闭 然后禁止学生跟老师进去到那一个区域 那目前教学大楼的部分 已经有经过评估 他其实是比较相对安全的 所以今天学校也是正常的上课 然后也进行相关的教学活动 了解 那大家会比较担心说 那如果中间有类似体育课的话 学校是有什么样的替补方案吗 那学校大概可以利用一些室内的空间 然后还有他们像校舍之间 他有一些草地的一个部分 那他都可以让提供学生进行一个 比较简易型的一个运动 来做一个先暂时性的一个因应 了解 谢谢科长 谢谢 谢谢 好非常感谢科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其实原本学生也是有收到校方的email 说有可能今天要来进行线上的课程 那还好因为这个北市教育局 还有学校还有专家三方的评估之后呢 是说是有其他因应方案的 最主要最主要还是教学大楼没有受到影响 那当然校方也是很希望说 这个建设公司还有北市教育局 可以协助他们进行这个 比如说毁损的地方 赶快来进行修复 当然家长也会比较放心 那学生呢在学校也会更加安全